因為現在很多人吃的多 動的少 吃的並沒有太多的纖維 水喝太少 然後沒有什麼運動 大家都是久坐的上班族 所以一定會幫你到 腸胃就不太蠕動了 便祕 然後或者是你吃完很容易胃脹 所以其實就是需要酵素去支持 因為酵素真正的作用就是 把食物的大分子化為小分子 然後幫助你的腸道做吸收 分解 對 營養留下來 然後廢物排出去 但是我們通常 營養可能留不住 廢物也排不出去 對 因為全部都卡死 我們就會大腹片片這樣子感覺 Gate Sibing 有沒有看過 有 就是你真的太久沒大便 你的臉色也會變得很可怕 這其實有各種的蔬果酵素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些些的益生菌在裡面 真的就是去保護我們的腸胃健康 我真的念都念不完 念完我們就要下波了 我們都聽到 對呀 比方說像巴西梅這樣的成分 胰乳草啊 對呀 這些其實加在裡面 我個人是覺得 比起我以前吃的那些奇怪的果凍 這一個吃起來 第一個口感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要讓大家看一下 不大口味道 如果你們有吃過外面市場上面的 那個益生菌 蠻多是比較稀的 就是它的成分沒有那麼足 沒有那麼蜜的話 它其實就會比較稀 比較像水 可是你們知道 它真的就是個果凍 至少喝250cc的水 配一條 如果你自己在吃一些纖維性的東西的話 本身就應該要加水多一點去加速它的代謝 它才可以真的產生它的最好的作用 然後這一個真的是很適合 如果你是上班族酒作 然後你很容易吃東西就很容易脹氣了 或者是你常常有必須要應酬的人 真的都可以試試看 因為當你的腸道裡面累積太多大便 沒有辦法排出去的時候 其實是很容易生病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那種酒過 然後有排便問題的 然後也很容易常常吃東西吃得很沉 沒辦法好好消化的話 這個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